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新婚之夜,老公陪白月光打胎,让我自己一个人独守空房。 可第二天等他归来后,眼前一幕却让他直接下滩求饶。 敬酒的时候,丈夫听说他的白月光回来了,可他依旧拉着我的手迎接满席来宾。 我开心极了,总算没有辜负自己这些年的苦苦坚持。 可就在刚刚,我们的新婚之夜,丈夫就把我一个人丢在了房间。 此刻,满墙的大红喜字仿佛都在笑话我婚礼上的侥幸,嘲讽着我对爱情的痴心妄想。 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发呆,手机里还在不断播放着白天的婚礼影像。 明明就在前一秒,我的丈夫还深情地揽着我的腰和我一起回味。 可如今的新婚之夜,却成了我自己的孤独狂欢。 刚认识王明阳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有个念念不忘的前任。 我们相识五年,在一起三年,他和我表白的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得。 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刚上大寺,晚上刚从食堂出来的时候,王明阳就叫住了我。 那时的他是艺术系出了名的男神,俊朗的外形几乎是所有女生的暗恋对象,就连我也不例外。 那天,他和我一起走在学校的操场上,月光洒在他额间的碎发,衬得一双桃花眼闪闪发光。 徐秋月同学,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愣住了,面前的少年眼里闪烁着动人的微光。 如此老套的表白方式从他口中说出,却显得格外动听。 你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犹豫再三,我还是对他说出了这句话。 几乎给大的所有学生都知道,王明阳有个念念不忘的前任,刘文心。 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流传了我的整个大学时代。 在王明阳表白的瞬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刘文心怎么办? 王明阳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说,嘴角的笑意凝固在夏夜的空气里。 过了半晌,他才缓缓开口,我和他已经过去了。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天晚上,在我点头答应的瞬间, 王明阳脸上兴奋的表情。 撩人的月色下他抱着我在操场上狂奔, 年少时期那种最澄澈的情愫在少年的拥吻中逐渐开始发烫, 直到将我融化。 冰咚,微信消息提示将我拉回了现实。 我打开手机发现是闺蜜王蒙发来的截图,内容是刘文心发的一条朋友圈。 我颤抖着手指点开图片,刘文心和王明阳的合照在我眼前逐渐扩大, 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那样的明媚灿烂,仿佛他们才是一对新婚夫妻。 我绝望地关上手机,发疯般撕扯着墙上的喜字。 红色的床单被我掀开,露出灰白色的垫子来。 很快,屋内就变得一片狼藉。 我坐在满地的红色碎片中,掩面哭泣。 整整三年的陪伴和爱恋终究是抵不过那人心中的白月光。 在无尽的痛苦与折磨中,我给王明阳打了无数个电话。 冬季里的夜格外漫长, 可直到白光从玻璃中溜进死一般寂静的房间, 我都没能等来丈夫的回信。 王明阳推开门时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我披头散发,坐在凌乱不堪的屋内, 眼眶红肿地仿佛刚被眼水浸泡过, 惨白的嘴唇隐约透着青紫色。 我回来了,他有些心虚地在我面前蹲下, 颤抖着手想揽住我的肩。 啪的一声,我轻轻甩了他一个耳光。 王明阳没有生气,也没有惊讶, 表情平静地像一汪死水。 见到他开心吗? 我哑着嗓子问道, 他的冷淡就像一根尖刺, 不轻不重地挑起我已经崩溃的神经。 王明阳抿了抿嘴唇, 握着我的手轻声说道, 对不起。 啪,他的道歉迎来了我的右翼巴掌, 只是这次的力度要比刚才大很多, 那张白皙的脸颊隐隐透出五个红色的手指印。 王明阳没有还手, 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 仿佛他有准备要面临这样的结局, 可他越是平静, 我就越是愤怒。 我疯狂地拍打着他, 从脖子到胸口, 一下笔一下用力, 凭什么他要这样对我? 凭什么我等了一夜只换来了一句 不痛不痒的对不起? 终于, 在我的指甲划过他眼角留下一道血痕时, 他再也忍不住抓着我的手腕力声道, 秋月, 好了, 好什么? 我贴近他的脸, 试图从他强忍愤怒的眼神里找出一丝愧疚。 好什么? 你说好什么? 我生死力竭地大吼着, 脖子上的青筋若隐若现, 用力挣脱开他的手后, 我再次开始垂打起他, 拼命发泄着心口的委屈。 徐秋月, 你差不多得了。 见我这样, 王明阳也不再忍耐, 他猛地起身, 将我推倒在地, 语气里的恼怒比刚才更甚。 你至于吗? 我只是去陪了文心一晚而已, 你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 我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瞪大眼睛看着面前满脸怒气的男人。 冷笑一声后, 我撑着冰凉的地板缓缓起身, 一把揪住王明阳的领带, 强迫他和我对视。 我至于吗? 新婚之夜, 我的丈夫和别的女人过了一晚。 你说我至于吗? 终于, 在我几乎绝望的哭喊下, 我终于看到了王明阳眼底一闪而过的愧疚。 秋月, 昨晚是我不对, 但, 王明阳的话被一阵敲门声打断, 我松开他的领带, 深吸一口气。 大婚后的第二天, 朋友们应该都要来家里做客, 秉承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念头。 我强迫自己收起情绪, 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泪痕, 努力堆起微笑, 走到客厅。 可当我拉开门的瞬间就愣住了, 面前一身白衣的女孩画着精致的妆容, 看向我的眼神里藏着数不尽的积讽。 我从没想到, 刘文心居然赶来敲门, 她的手里还捧着一件白色的男士衬衣。 明阳在我愣住的几秒时间里, 刘文心已经越过我走进了我们的婚房。 她娇嘀嘀地喊着同样愣在原地的王明阳, 挥了挥手上的衬衫。 你的衬衫丢在我那里了, 我帮你洗好了刘文心的语气很俏皮, 就像恋爱中的少女在对自己男友撒娇那样亲密。 外面这么冷你怎么还跑过来了? 王明阳走上前接过衬衣, 有些称怪的语气中透露着我从未见过的担心。 我们在一起的三年时光里, 我经常加班到深夜, 不论回家多晚, 王明阳从来不会对我说这样的话。 我还记得去年冬天的凌晨,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雪地里不小心滑倒, 给她打电话却只等来了她的抱怨。 原以为她就是这样直男的性格, 可是到如今我才明白, 她不是不会关心, 只不过她的担心对象从来不是我罢了。 哎呀, 人家就是想见你吗? 刘文心说这话的时候, 故意看了看愣在门口的我。 眼神中充满了挑衅, 仿佛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委屈和愤怒在与刘文心眼神对视的瞬间, 顿时被点燃。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到她面前, 抓着她纤细的手臂将她狠狠甩到一旁。 刘文心格外瘦弱, 一米五八的个头只有七十多斤, 就像只营养不良的小猫, 被我这么一甩她连连退后好几步才站稳。 这是我家, 请你出去。 我冷冷地看着刘文心, 她的脸蛋仗得通红, 嘴唇止不住颤抖。 看到这一幕的王明阳一把推开我, 将柔弱不堪的刘文心搂在怀里。 脸上是挂不住的恼怒, 看向我的眼神恶毒得仿佛能喷火, 好像她才是被我甩出去的人。 你疯了? 你对她动什么手? 呵, 我自朝般冷笑一声, 好一个难有力爆棚的举动。 我让她从我家出去, 有什么问题吗?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私人恩怨, 看着王明阳心疼般揉着刘文心的手臂, 我淡淡地说道, 如果你心疼的话, 你可以送她回去。 听到这话, 王明阳突然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我, 仿佛站在她面前的, 不是被她明媒正娶回家的妻子, 而是恶事做尽的杀人犯。 徐秋月, 你够了。 王明阳搂着刘文心的手紧了紧, 刘文心也非常配合地把头埋进她宽阔的胸口, 轻轻抽气着,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有什么不满你尽管冲着我来, 但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敢伤害欣欣, 我绝不会放过你。 是吗? 我双手抱胸, 一步一步走到她们身前, 指着刘文心缓缓开口, 我再说一次, 从我家滚出去。 刘文心生气了, 漂亮的小女神用不易察觉的余光狠狠弯了我一眼, 仿佛要抽我的皮, 扒我的筋。 明明是拥有如此狠毒眼神的一个人, 却在下一秒, 突然眼泪汪汪地看着王明阳, 哽咽地说道, 明阳, 你别因为我和他吵架, 他不喜欢我, 我走就是了。 他这副姿态在我眼里就是绞柔造作, 可偏偏在王明阳看来就成了楚楚可怜的小女孩。 刘文心也成功勾起了王明阳的保护欲, 他心疼地为刘文心擦着泪花, 随后说出了那句令我永生难忘的话, 徐秋月,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你现在给我滚。 我愣住了, 没想到我的丈夫会因为其他女人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明明是刘文心先来耀武扬威的。 我甚至被他的话给气笑了, 心痛之余还有一丝无奈, 反应过来的捡起掉落在地上的衬衣, 用力全身力气摔在他脸上。 透明的扭扣砸到了刘文心的眼睛, 还没等他喊痛王明阳, 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安慰了起来。 对着那只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的右眼, 轻轻吹气, 他的举动彻底将我激怒, 我看着面前的这对狗男女轻笑道, 王明阳,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啊? 这是我家,我的房子。 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嗯,你。 王明阳猛地抬起头, 愤怒地指着我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 看到他吃别我终于忍不住笑出声。 王明阳的家庭条件很普通, 普通到连市中心房子的首付都拿不出来, 普通到恋爱三年, 几乎一直在花我的钱。 这栋房子是结婚前父亲送我的礼物, 王明阳仅仅拿了五万块彩礼, 就心安理得地搬进了我家。 可能是刘文心的到来, 让他忘记自己也是个寄人篱下的住客, 也可能是我对他无底线的包容, 让他忘记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 快滚! 我快步走到玄关, 一脚踹开了大门, 指着走廊说道, 你和他一起, 快滚, 听清楚了吗? 王明阳揽着刘文心离开时, 我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叹息, 像是在后悔, 又像是无奈,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现在,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和他离婚。 三年的时光中, 刘文心是我无数次想提, 却又不敢提起的人。 我知道王明阳从没忘记过他, 他是王明阳的青梅竹马。 我的三年和他们一起相伴长大的岁月 根本没有可比性。 可刘文心从没给过王明阳一个准确的答案, 甚至在大一那年王明阳向他表白, 闹得人尽皆之时, 他也只是笑笑待过。 毕业后的刘文心去了国外, 而王明阳也假装放下他, 专心做起了我的男朋友。 但我清楚, 刘文心其实无处不在, 他藏在王明阳每天晚上都会看一遍的私密相册里。 他藏在王明阳手腕那串难懂的德语纹身里。 他藏在王明阳每个醉酒的梦意中。 我恨他嘛, 从前是恨的, 但现在我更恨王明阳。 我恨王明阳在没有放下他的时候, 和我表白。 我恨王明阳那么深爱他, 还要和我结婚。 这段三人感情中, 我从来没有被王明阳坚定地选择过。 与其日后再次忍受丈夫半夜离开去找其他女人的屈辱, 还不如割舍这段本就不该存在的感情, 让自己活得痛快。 可我却低估了王明阳的无耻, 更加低估了刘文心的手段。 在他们被我赶出家门的第三个小时, 我接到了王明阳的道歉电话。 两句虚情假意地认错后, 王明阳居然开口向我索要银行卡。 在我的威逼力诱下, 王明阳才终于支支吾吾说出了目的, 心心欠了很多钱, 我要帮他。 王明阳舔狗般的语气让我瞬间笑出声。 我惊叹这个吃软饭还要为自己找借口的男人, 居然为了白月光甘愿低声下气地求我。 秋月,求你了, 我不能看心心这样难过。 我答应你, 只要你把银行卡给我, 我就和你好好过日子, 够了。 我不耐烦地打断了王明阳的喋喋不休。 此时, 我正在衣柜里翻找着他的衣服丢在地上敞开的行李箱中。 我不想跟你好了, 就这样吧。 挂断电话后的我比刚才还要烦躁。 一想到王明阳那张恶心的嘴脸, 我就不由地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王明阳的东西很少, 几乎不到半个钟头就都收拾完了。 我点开他的微信对话框, 发了一句, 滚回来把你的东西拿走, 我们离婚。 后, 就将行李箱合上一把, 丢到了门口。 那些刺眼的喜字, 也都被我全部收拾干净, 连同王明阳的行李, 一起像垃圾一样, 安静地躺在走廊。 等王明阳看到这些时已经是晚上了。 他疲惫地揉着太阳穴回到家时, 却发现门锁已经被我换了, 门口还堆着他的行李。 王明阳耐着性子, 一边敲门, 一边哄着我, 我就坐在客厅吃水果。 就在一个小时前, 我联系了好友王蒙, 拜托他帮我打听刘文心这些年在国外的经历。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他, 欠钱这件事不简单。 能让一向高傲的王明阳, 低三下四求我给银行卡, 这笔钱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秋月, 你开开门好吗? 王明阳的声音透过大门传到屋内, 语气中透着淡淡的疲惫。 我吐出一颗, 裹盒全当没听见, 自顾自地加大了电视音量。 不知过了多久, 门口再也听不到任何响动。 我拿出手机, 看到了王明阳发来的十几条求和短信, 不由的一阵苦涩。 他求我和好是为了刘文心, 是为了他自己不被关在门外受动。 他的话言辞恳切句句动人, 却没有一句是因为害怕失去我。 我轻轻走到门口, 想听听王明阳是不是真的走了。 果然, 透过安静的房间我隐约听到了门口处传来的阵阵呼吸声。 烦躁地我转身就走, 没过一会却又折返回来, 说到底三年的感情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放下的。 我对他失望是真的, 想离婚是真的, 但心疼也是真的。 要睡就回刘文心那里, 别躺在我家门口给别人看笑话。 听到这话的王明阳睁开眼, 抬头望着一脸冷漠的我。 昏暗的走廊灯光照得他轮廓模糊又温柔。 如果不是因为他那一道道爬满眼球的红血丝, 我差点就在恍惚间觉得他还是那个人帅气体贴的丈夫了。 秋月, 能不能别闹了? 王明阳抓着门框, 艰难地从地上起身, 嗓子沙哑地可怕。 我侧侧身, 不想与他多说什么, 刚想示意他近来不远处的电梯门, 突然响了。 小皮鞋踩在走廊的过道上, 发出哒哒哒的声响, 一股浓浓的香水气味顺着冷风钻进鼻尖。 我几乎是没有任何思考, 就明白香味的主人是谁。 和我预想的一样, 下一秒穿着白色皮草的刘文心就出现在眼前。 他看了看浑身脏兮兮的王明阳, 下意识地捂了捂鼻子, 随后很快又恢复到白天那副娇滴滴的模样。 我冷笑一声, 瞬间为自己刚才心疼王明阳感到恶心。 不想和他们多说什么, 我迫不及待地就想关上房门。 可王明阳却一把拉住了我, 他一反常态地让刘文心先回去。 尽管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但我也能想到他看向刘文心的眼神一定十分不舍。 明阳哥哥, 你不要为了我这样, 刘文心的声音软得快要滴水来了, 恶心得我不自觉打了个冷战。 我推了一把王明阳好, 让他摔尽刘文心的怀抱。 此刻我也顾不上观赏他们你浓我浓的爱情戏码, 只想快点让他们从我面前消失。 因为王明刚刚来了消息, 我拜托他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 还没等他们二人反应过来, 我就啪得一声关上了门。 不顾刘文心在门口的哭喊, 静止回到房间, 和王蒙打起了电话。 怎么样? 他在那边什么情况? 我迫不及待地问着王蒙, 倒不是极度心, 我只是莫名地想知道 刘文心在国外的生活是不是烂透了。 果然, 女人的第六感是最准的, 从王蒙的口中, 我听到了自己最想要的那个结果。 刘文心的日子并不好过, 早年他爸爸还有点积蓄, 也在刘文心出国的第一年, 被败光了。 王蒙告诉我, 刘文心在国外的生活, 可以说过得连狗都不如。 他爱慕虚荣, 却又好吃懒做, 只能靠着诈骗男人这种最低俗的手段, 来换取他想要的东西。 在国外实在混不下去的刘文心, 终于在半年前回国了。 享受惯了富人生活的他, 已经忘记自己是个平民, 所以他借了很多钱, 还是高利贷。 后来, 他从别人口中听说, 我和王明阳要结婚的事, 故意在我们的新婚之夜出现, 就是为了勾起王明阳, 对他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爱恋, 好让王明阳这个大冤种, 为自己还债。 王明阳讲完后, 我和他都沉默了许久, 最终还是我先开口, 打破了有些沉重的局面。 我和王明阳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 怎么说呢? 王明点燃一支烟, 在寒冷的冬夜里, 作为一个局外人, 安静地扮演聆听者的角色。 我和他无疑都是爱情的受害者。 王明阳以为刘文心是爱他的, 从很小的时候就活在刘文心给他制造的幻想里。 而我呢? 我以为王明阳是爱我的, 活在他给我制造的梦境中。 我听到王明阳忍不住低笑了一声, 这让我原本略显悲痛的情绪瞬间缓和了不少。 我带着笑意问他, 你笑什么? 没有。 王明收了收情绪, 语气轻松地说道, 你知道吗? 刘文心借高利贷的公司, 是我好朋友开的。 听到这话我瞬间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有些激动地咳嗽了两声, 王萌叼着烟, 毫不客气地问道, 所以你准备怎么办? 要不要搞一下这对狗男女? 挂断电话后, 我在客厅待坐了很久, 刚才我没有直接回答王萌的问题, 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是否能对王明阳很下心。 毕竟三年的感情, 不是简简单单地吃顿饭牵牵手, 是真真实实地存在我的血肉里。 烦扰的思绪让我不由地揉了揉头发, 我望着安静的大门, 王明阳今天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就在我准备今晚在沙发上凑合一夜时, 王明阳突然发来了一条短信, 秋月,我能回家吗? 卑微的语气令我于心不忍, 想了很久,才默默打出了一个恩。 王明阳的电话几乎是在我发送消息成功后就打来了, 他有些激动地叫着我的名字, 电话里传来呼呼的风声,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王明阳现在应该正马不停蹄地往家跑。 嗨嗨,我马上就到家了, 老婆你等我。 他的一声老婆叫得我莫名有些心酸, 在一起这么久他从未喊过我什么亲密的称呼, 这声老婆我还是今天第一次听到, 鼻尖传来的刺痛让我不想再继续听他说下去, 于是匆匆挂断了电话。 坐在沙发上我愣了许久, 心里的那股酸楚却始终挥散不去。 如果不是因为要给刘文心还账, 王明阳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向我低头认错, 我也更没机会从他嘴里听到老婆这两个字。 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王明阳已经到家了。 我刚打开门就被他一把烂入怀中, 他的大衣外套里还残存着刘文心的香水味。 秋月,王明阳温柔地喊着我的名字, 我别过头不去看他, 转身回到卧室。 他换好鞋后就跟了上来, 用略带委屈的眼神可怜巴巴地盯着我。 睡吧! 我不想和他有太多眼神对质。 刚才那股甜腻的香水味一直萦绕在我鼻尖, 就像根刺扎进胸口便在南拔出。 王明阳沉默片刻, 轻轻从背后抱着我。 听着他有些均匀的呼吸, 心底最柔软的一层纱仿佛被触动。 三年的点点滴滴幻灯片似的在脑海闪过, 那一瞬间我竟有想要原谅他的冲动。 直到王明阳接下来的话, 才算彻底打碎了我对这段感情的美好幻想。 他翻个身, 悄悄从床上坐起, 有些冰冷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我的耳垂。 见我还不出声, 他有些心虚地说道, 秋月, 我想和你商量点事。 我转过头瞥了他一眼,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王明阳抿了抿唇半, 缓缓说道, 你能不能把银行卡给我, 心心他不能没有这笔钱。 王明阳, 你到现在还想着他? 我愤怒地转过身, 一把拍开他的手,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你知道刘文心为什么回来找你吗? 那是因为他欠了高利贷。 我拿出手机, 点开王萌的聊天记录, 颤抖地举在他面前。 可王明阳却连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将屏幕暗灭。 他柔了柔眉心, 用略带指责的口吻地说道, 秋月, 你和你的朋友讨厌欣欣欣欣我知道。 但他不是那种会借高利贷的人, 请你不要再这样诋毁他了。 我诋毁他。 我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指着王明阳说道, 我为什么要诋毁他? 王明阳, 你别不知好歹。 王明阳疲惫地叹了口气, 就没再说话了。 他默默起身换上睡衣, 抱着枕头出了房间, 跑到沙发上躺下。 正是他这一举动, 让刚才还沉醉在他温柔箱里的我彻底醒悟。 我明白, 就算我把刘文心的所有黑料放到他面前, 他也会认为是我故意往刘文心身上泼脏水。 我轻笑了一声, 拿出手机点开王蒙的对话框, 坚定地发了一句, 我要和王明阳离婚。 过了一会, 王蒙回了一个OK的表情。 我握着手机, 看向客厅里那抹高大的身影, 轻轻说了句, 再见。 第二天清晨, 我是被王明阳翻箱倒柜的声音吵醒的。 我揉着轻松的睡眼, 看着满脸焦急的他, 有些恼怒地问道, 你在找什么? 王明阳见我醒了, 立马换上一副讨好的嘴脸, 小心翼翼地问道, 亲爱的, 银行卡到底在哪? 你别找了, 我冷冷地开口。 我要和你离婚, 我的卡你这辈子别想碰。 见我这样, 王明阳索性不装了。 他一把将我从床上提起来, 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凶狠。 就算你要和我离婚, 也要把信心的钱还完了再说。 他的一声, 我狠狠给了王明阳一个耳光, 力气大到他, 微微偏了偏头。 你做梦? 王明阳, 就算你要陪刘文心下地狱, 也休想拉上我。 因为生气, 我的声音止不住颤抖。 眼眶不知何时, 已经蓄满了泪水, 不受控制地滴落在手背。 王明阳抓着我的衣领, 不顾我的反抗, 直接将我从床上拽了下来。 我重重地跌落在地, 发出一声声吟。 可他就像没听见般, 拖着我来到客厅, 一把将我甩在沙发上。 徐秋月, 你别逼我。 王明阳的语气很冷, 就像冬季被浸泡在冰水里的石头般, 不带任何感情。 看着他星红的眼眶, 我突然开始害怕, 我不敢想他会为了刘文心, 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 救, 救命两个字还没喊出来, 王明阳的手机就响了。 趁着他转身接电话的功夫, 我连滚带爬地跑到房间抓起手机, 就冲出家门。 王明, 救我。 接到我电话的王明还没睡醒, 听到我害怕地哭喊他, 猛地从床上坐起, 问完我的地址后, 就让我在原地乖乖等着。 寒风呼啸地钻进我的裤腿, 因为跑得及我还穿着睡衣和拖鞋, 在南街都是羽绒服的路边瑟瑟发抖。 王蒙赶来时, 我的嘴唇已经被动得有些发紫。 他心疼地把我推进车里, 一边咒骂王明阳不是人, 一边拿出手机打着字。 过了一会, 王蒙放下手机, 搓了搓我的手说道, 我朋友已经把刘文心带走了。 我有些惊讶地抬起头, 王蒙看了我一眼接着说, 就在今天早上, 难怪王明阳突然那样对你。 听完他的话, 我的心莫名一阵宽慰。 既然刘文心被带走了, 那么王明阳一个人, 是怎么都不可能斗得过那些放高利贷的人。 王蒙告诉我他, 已经在那边打点好了, 刘文心的日子不好过。 我点点头, 现在只要尽快办理好离婚手续, 那王明阳就再也不能随意威胁到我。 为了我的安全, 王蒙主动提出让我去他家住段时间, 我没有拒绝。 回家看到王明阳只会让我更加烦躁, 和王蒙一起就当放松了。 搬到王蒙家的第二天, 我申请了离婚协议, 电子版地发到了王明阳的邮箱里, 我坐在电脑前呆呆地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条款。 我的三年时间都被留在这些机械化的文字里, 只要王明阳签完字, 我们就彻底结束了。 阿月, 王明阳去找刘文心了。 王蒙推门, 而入的时候我还在发呆, 他的话就像一道闪电炸在耳边, 他们被我朋友扣在一起, 你要不要去看看? 王蒙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语气逐渐变得平静。 你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们的, 王蒙的话还没说完, 我就起身收拾好了桌上的文件, 理了理头发轻声说道, 走吧。 既然他们非要给我演苦命鸳鸯这出戏, 那我何不成全? 王蒙开车带着我去找他朋友, 我们沉默了一路, 手里的离婚协议被我紧紧攥着, 平整的纸面泛起阵阵褶皱, 车子开到一处废弃工厂停下, 我抬起头, 观察着破旧的楼房, 黑压压的砖头堆了一地, 这么一看还真有种莫名的压迫感。 见到王明阳时, 他浑身是伤地躺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一旁的刘文心被按在板凳上, 不断尖叫。 王蒙拉着我走到他们身边, 不耐烦地踢了一脚地上的王明阳。 王明阳, 你看看谁来了? 王明阳闻声艰难地睁开眼,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发疯般从地上爬起来。 他一把抓着我的裤腿, 就像一只即将被宰杀的牲畜, 看到旧熟般, 不停颤抖。 秋月,秋月你来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着我不管的, 我向后退了两步, 才甩开王明阳的手, 他狼狈地趴在地上, 满脸不可思议。 我抖了抖手里的鞋翼, 王蒙健壮十分及时地, 抵上一根圆珠笔。 我缓缓蹲下, 把手里的离婚鞋翼, 推到王明阳面前, 轻声道, 签字吧。 王明阳你这个废物。 看到这一幕的刘文心, 突然对着王明阳, 疯狂地大喊。 他的眼睛瞪得老大, 表情也没了平常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早知道你是个废物, 我还免费跟你睡了一觉。 你怎么不去死啊?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刘文心的咒骂惊呆了。 王明阳更是不可置信地盯着他, 眼角的泪水滑过脸庞, 他张着嘴想说什么, 却发不出声音。 就连我们这些局外人都被这难听露骨的诅咒给惊住了。 更何况是一直处处维护他的王明阳呢? 王明阳缓了好久才终于接受自己被利用的事实。 他带着哭腔朝我爬来, 颤抖的手指拼命想抓住我的裤腿。 对不起秋月,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对不起。 我跟你回家, 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求求你, 带我回家好不好。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任由王明阳抱着我的腿, 哪怕他的眼泪鼻涕蹭的裤子上都是无动于衷。 王明阳, 签字吧。 我错了, 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 因为害怕, 王明阳这句话几乎是用吼的。 他不断晃着我的腿, 仿佛下一秒就要趴在地上磕头。 王明阳, 我们回不去了。 我蹲下身, 轻轻掰开他的手。 从那天你为了他把我拖到客厅的时候, 我们就回不去了。 听到这话, 王明阳仿佛任命般地撒开了手。 他整个身体都浮在地上, 就像被抽走了魂魄般无助。 刘文心的咒骂还在继续, 可我却不愿在这多呆, 拉着王明走了出去。 伴随工厂的卷门缓缓落下, 一声声清脆的耳光打断了刘文心的骂声, 王明推着我的后背示意我不要回头。 不远处的天边缓缓升起出阳, 刺眼的暖光照在满地的废墟上, 有种破碎的美感。 王明踩了一脚油门, 车子缓缓驶出工厂大门。 我坐在副驾, 看着那座破楼逐渐变成一个黑点消失不见, 释然的瞬间原来就是平淡, 就像一本读了很久都没结局的小说, 在轰轰烈烈的辞早中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青春坐着匆匆告别, 一缕阳光照进车窗, 眼前的道路也愈发宽广。 我逐渐露出了轻松的笑脸, 和王蒙一起在这个清晨与过去挥手告别。 往事暗沉不可追, 来日之路光明灿烂。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得知儿子儿媳不想生娃, 我啥也没劝, 做了三个决定后, 四年抱俩孙子。 随着思想越来越开放, 很多年轻人开始选择只结婚不生娃的丁克人生。 虽然说当下很多父母都不再期望儿女养老, 但内心还是见不得儿女不生育的。 如果当你得知儿女不想生娃, 决定丁克一生时, 作为父母的你会怎样做呢? 我想很多父母都会劝解或强迫, 儿女不生娃, 就讲大道理劝话他他们, 要么就闹着要死要活地强迫他们生。 可能有些家庭用这些法子会有效果, 但绝大多数都只会适得其反。 而一位六十六岁的张大爷, 得知儿子儿媳婚后不想生娃, 他的做法却很睿智, 没有苦口婆心的劝解, 直接做出三个决定, 就让他四年抱上两个孙子。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 下面就来听听其中故事。 来自六十六岁张大爷的自述, 六十年代的时候, 三代单传的我, 和妻子结婚四年后, 终于生下一个儿子。 当时生下儿子的时候, 我们全家都无比兴奋, 终于有后了, 但悲剧的是, 正好是计划生育, 我和妻子又是双职工, 生了一个儿子后, 就没法生了。 所以, 这唯一的儿子, 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宝贝, 虽然不求他长大了能怎么出息, 怎么赡养我们到老, 但我们心中却希望儿子能延续香火。 为此, 我们一家老小都把儿子复养起来, 他要啥就给啥。 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拿出半数家产给儿子买了套房子, 也在暗中偷偷催着儿子找女友, 然后早点结婚生子, 甚至还说笑着跟儿子允诺过, 只要他结婚生子了, 我们两夫妻就会负责帮他带娃养娃。 我以为只要给儿子所想要的, 还有帮儿子解决了一切生活压力, 他就会按照我们所期望的道路前行。 谁知儿子小的时候很听话, 长大了, 尤其是去外地读大学后, 就变得很叛逆, 不爱回家, 也不爱听我们的话。 大学毕业后, 儿子是很努力找了一份工作上班, 但他却把日子过得太过潇洒, 工资越越光, 谈了多年的女友, 也只恋爱不结婚, 两个人到处旅行吃喝玩乐。 这让我十分操心, 尤其是看到儿子大学毕业四年, 已经到了二十六岁的年纪, 而女友也谈了八年了, 始终没个结果后, 我和妻子就急了。 再不结婚, 万一这准儿媳跑了, 而儿子成了老光棍, 那就麻烦了。 后来, 我和妻子就想方设法地劝儿子结婚, 这期间算是威逼利诱, 使了很多手段, 但都不得行, 为了躲避我们的催婚, 儿子还连续两年没回家过年。 在儿子三十岁, 我们打算彻底放弃的时候, 她突然醒悟一样, 草草跟儿媳结了婚。 什么婚礼也没办, 就去领了证, 然后我们两亲家见了面, 吃了个饭而已。 虽然没有别人家那样 大操大办的热闹婚礼, 也没有那么隆重的仪式, 但当时看到儿子儿媳领了证后, 我们夫妻俩还是很高兴的。 觉得儿子已经踏出了 人生的第一步, 而下一步, 很快就能抱上孙子了。 可是, 当我们这样期望地 祝贺儿子儿媳新婚生活时, 儿子儿媳却笑着说, 他们结婚是为了公司的婚嫁 和夫妻福利, 而对于生娃的这件事, 他们暂时没考虑过。 儿媳甚至还表示 她是不打算生娃的。 那时候, 正是新婚期间, 我们都处在高兴之中, 以为儿子儿媳说的都是玩笑话, 他们可能刚结婚不想生娃, 待他们婚后过个半年一年, 就会往这方面想的。 尤其是两个人年纪都上去了, 身边同事朋友都生娃了, 我就不信他们能做到不生娃。 我这天真的想法, 最后却被儿子儿媳给打破了。 儿子儿媳婚后四年, 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们就还像谈恋爱那样, 没有家庭的意识, 四处旅行玩乐, 回家也不做饭, 每天要么点外卖, 要么就下馆子, 这工资也依旧越越光。 我和妻子很是看不下去, 他们再怎么想玩, 想要自由都好, 可这都三十好几, 要奔私了步入中年了, 也不去考虑自己的家庭发展。 再老一点, 我儿子是没啥问题, 可儿媳还能生娃吗? 亲家那边虽然是一儿一女, 儿子已经结婚生子了, 但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不停地催着儿媳生娃, 我们两家也为此事 商量过很多对策。 但是不管是我们明说, 还是侧面说, 儿子儿媳都还是那样, 要么装不知道, 要么说事业为重, 要么就是还没到时候。 直到六年前那个新年, 亲家来我们这边一起过年, 两家四个老人的催生下, 儿子儿媳才抖露心声说, 他们不想生娃, 就想这样过两人世界, 还叫我们不要催了。 听到儿子儿媳决定 不生娃的想法后, 我和妻子就陷入忧愁之中, 好不容易看到儿子三十岁结了婚, 怎么又出现这种 不想生娃的结果。 妻子比我更着急和操心, 因为她早早退了休, 就是想着等儿子结婚生子, 她好带孙子享清福的, 结果退休都快十年了, 儿子儿媳却整这出。 所以, 妻子就想学着那些 丁克子女的父母一样, 想逼一逼儿子儿媳生娃。 那会儿, 妻子跟我说, 先劝儿子儿媳, 如果没用, 她就打算以死相逼的做法, 来强迫儿子儿媳生娃。 我觉得妻子的做法, 虽然是先礼后兵, 软硬兼施, 很有法子, 但是我却制止了她, 毕竟当初我们劝儿子结婚时, 软的硬的都用变了, 人家都无动于衷, 如今她们不想生娃, 我们再这样逼迫, 也只会适得其反。 可又想儿子儿媳生娃怎么办? 为此, 我去了解很多年轻人不想生娃的原因, 想从根源解决。 通过了解了网络新闻 和现实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件后, 我发现, 年轻人丁克或不生娃的原因, 大多数都是他们过得太安逸了。 尤其是当下的很多都是独生子女, 父母大多都是有钱的, 给予子女的生活, 都是铺垫得太好, 让他们没有危机意思, 也不会去考虑晚年有无子女的后果。 总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好, 一切都满足, 房子车子父母会买, 基本生活就靠工作就能满足, 未来养老也有退休金啥的。 所以, 他们就觉得生娃, 好像就是多余的, 甚至会觉得是累赘。 而我也发现, 我的儿子就是这样的, 他住的房子、 开的车子, 都是我们买的。 而我们那两夫妻也从来伸手跟儿子要过钱, 反而都是一直不停地贴补他们, 这样的生活确实是他们过得太安逸了。 知道这问题根源后, 我也没有怎么去劝化儿子儿媳, 而是对此做出了三个决定。 第一, 我要收回当年给儿子买的房子。 因为买那房子时, 儿子还读书, 我们是用自己的公积金买的, 所以房子产权是我们夫妻共有, 一直没有过户给儿子。 第二, 我们决定躺平, 不给儿子儿媳一分钱。 我们打算断了给儿子儿媳的贴补, 当时买车是给他们按揭买的, 二十多万的车子五年分期, 每月两千多车贷。 另外, 儿子儿媳家的水电费和物业费都是我交的。 平均下来, 我们每个月都要给儿子三千多的贴补。 第三, 决定把老家小侄子当亲儿子, 再拿侄孙当亲孙。 儿子儿媳不生娃, 我就决定把弟弟家的小儿子, 也就是我的小侄子, 想把他当儿子, 然后拿一个侄孙当亲孙。 其实就是名义上的认亲。 如果儿子真不生娃, 我再拿侄孙当亲孙上族谱, 代表我这一脉没有绝后。 当我们做出这三个决定后, 儿子儿媳就慌了。 虽然一开始收回他们房子, 要他们出去租房子住时, 他们还不在意, 还说租个离公司近的房子, 也很自在。 但是接着我断了给他们的车贷钱, 然后又听说我决定把侄子当儿子后, 儿子儿媳就慌了。 因为他们的工资 基本都被他们安排得彻底了, 可以说是提前消费了。 这个月发的工资, 几乎都是要拿来还上个月的信用卡透支, 无限循环着, 在外租房子, 又少了我们贴补, 他们的生活质量就降低了。 而且, 听到我们要放弃他们时, 他们更是怕了, 怕我们的财产都给了侄子和侄孙。 所以, 利益使然下, 儿子儿媳终于屈服, 答应肯生一个。 虽然当下没有计划生育, 我们是想儿子儿媳多生几胎的, 但看到儿子儿媳肯生一胎, 我们也觉得知足了。 四年前, 儿媳为我们家诞下一胎孙子, 本来儿子儿媳不想生了的, 但因为疫情影响, 去年儿子儿媳在家里办公了三个月, 又不小心怀孕了一胎, 而上个月, 我的第二胎孙子也出生了。 原本以为这辈子会盼望不到儿子儿媳生娃了, 没想到这么三个决定下来, 却让我们夫妻俩做到了四年抱俩孙子, 真的感觉很高兴, 也有点幸运。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